哈喽宝贝们你们好,欢迎来到故事奇遇记,我是小安妈妈 今天呀,我们要去奇遇的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勇敢的爱玲 从封面上看,有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大大的盒子,在暴风雪中艰难前行 究竟在她身上发生些什么事情呢?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话说一位女裁缝,叫做献轴太太的 这一天正在赶做一件礼服 她缝得又累又头疼 可她坚持着缝完礼服最后一针 世界上再没有礼服比她更漂亮了 她的女儿爱玲说 公爵夫人一定喜欢她 是很不错 她的妈妈完全同意 不过小宝贝,这件礼服今天晚会要穿 可我没力气送去了 我浑身不舒坦 可怜的妈妈 爱玲说 我可以把她送去 不行小甜心 我可不让你去 献轴太太说 这么大一包东西 到宫殿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 再说,快下雪了 可我喜欢雪 爱玲坚持说 她把妈妈哄上床 盖上两条被子 还在她脚上盖一条毛毯 然后她给妈妈泡上茶 放入柠檬和蜜糖 再往火炉里加点木柴 一切都安排好以后 爱玲小心地把高贵的礼服 从服装模特上脱下来 叠好放进一个大盒子 还填上大量的薄棉纸垫 穿得暖和点小心干 妈妈口气虚弱地叫道 别忘了扣扣子 外面又冷风又大 爱玲套上绒毛靴子 戴上红帽子 裹上围巾 穿上厚大衣戴上手套 她在妈妈烫烫的额头上 轻稳地溜下 再看看自己穿得 的确暖和了 就抱起大盒子出门 然后把门牢牢地关上 外面的确非常冷 旋风卷起雪花 到处飘来飘去 落在爱玲的脸上 她动身沿着山上的路 走向农民贝内特的牧羊场 她到牧场的时候 风更大了 积雪已经埋到脚踝 风推着她走 使她跌跌撞撞 爱玲心里只把风埋怨 这盒子也成了大麻烦 别吹得那么厉害 她顶风冒雪 对风发出警告 到了牧场中央 雪下得越来越大 风也吹得更厉害 爱玲在高低不平的雪地上 伸一脚浅一脚 艰难地行走 冰冰冷的雪 钻进她的靴子 动得小脚 冷冰冰 她嘟起嘴巴 加快脚步往前走 这可是一项重要的使命 等她来到苹果路 风决定大闲威风 她刮断树枝 把他们东扔西丢 扬起风风雪花 要阻挡爱玲前进 爱玲转过身 背对着风继续前进 回家去 风尖叫着 爱玲回家去 我才不回家呢 她高声叫道 我不回家 你这讨厌的风 回家去 风声更尖锐了 回家去 她尖叫道 不然 有那么几秒钟 爱玲想 她是不是应该 听从风的警告 不 礼服一定要给 公爵夫人送去 风要从她手中 抢夺大盒子 风猛击 旋转 摇晃 抓挠着盒子 盒子被她吹得 摇来摇去 就要吹走 可爱玲就是不放手 这是我妈妈做的礼服 她大叫 接着 哎呀 大盒子 还是从她戴着 手套的手里 被风夺走 在雪地上翻滚 爱玲赶紧去追她 她铺上前 把盒子一把抓住 可爆脾气的风 还是把盒子吹开了 晚会礼服 一下子被吹出来 和那些薄棉纸垫 一起在空中飞舞 爱玲抱着空盒子 眼睁睁地看着 美丽的礼服 被吹得 无影 无踪 怎么能发生 这样可怕的事情呢 眼泪 冻在了她的眼睫毛上 这些日子 她亲爱的妈妈 辛辛苦苦地干活 又凉又财 又丁又缝 可现在 就这样白白的没有了 还有那倒霉的公爵夫人 爱玲决定 带着空盒子 亲自去解释这一切 她在雪地里 拖着脚往前走 她想 妈妈会不会明白 这一切 不是她的错 都是风的错 公爵夫人会不会生气呢 而风 此时 正像头野兽在呼啸 爱玲突然踩到一个洞 摔倒在地 脚也扭伤了 她认为 这全是风的过错 别吹了 她骂道 你坏事做尽 你把一切都弄糟了 一切 风吞没了她的声音 她坐在雪地里 脚痛得要命 真担心 再也不能走下去 但她还是忍痛站起来 继续走 好痛啊 家 她和妈妈一起过着 温暖生活的家 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她想 现在 应该离宫殿 更近一些吧 可是 在这白毛毛一片的雪地里 她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 她拖着受伤的脚 一步一步走 短短的冬日 眼看就要结束 她想 我走的路还对吗 诸围 没有人可以问路 漫天风雪里 所有人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都躲在自己的家里 连动物也躲进了他们的洞穴 她继续步履艰难的往前走 天很快就黑了 她感觉到 黑暗中 大雪还在下 她在一片荒芜人烟的地方 又冷又孤单 艾琳 迷路了 她必须走下去 她只希望找到一间房子 随便什么房子 只要能让她进去 她强烈渴望一个温暖的怀抱 积雪 已经埋到她的膝盖 她抱着空盒子 踏着积雪 走啊 走 她正在想 像她这样一个小家伙 还能坚持多久 这时候 她觉得眼前亮了起来 在下面什么地方 出现了一点微光 她朝那亮光走去 很快就看到 高高的山坡下 有一幢灯火通明的大厦 她一定是那宫殿 艾琳于是拼命向前走 噗隆通 她猛地摔了下去 被埋进了雪里 她从一个小高坡上掉了下来 只有她的帽子和空盒子 还露在积雪表面 就算她喊救命 也没人会听见 她浑身哆嗦 牙齿咯咯作响 她想 不如动死拉倒 这样就一了百了 为什么不呢 她已经被埋葬 再也看不到妈妈的脸了吗 那闻起来 就像刚出炉的面包一样的好妈妈 想到这里 艾琳气坏了 她猛地勤起身体 经过一番挣扎 艰难地从雪中震脱出来 跪在雪地上 朝四周看 怎样才能到达 那灯火辉煌的宫殿呢 这个问题刚一出现 便马上有了答案 她把盒子放好 爬了上去 可是盒子 陷进雪里不动了 她再次尝试 这一次 不是爬上去 而是跳上去 盒子 一下子动了 就像雪橇一样 向前滑行 芬拼命追赶艾琳 却追不上 很快 她就又可以和人们在一起 待在温暖的房间里 雪橇慢下来 在扑石路面上停下来 现在得去把这坏消息 告诉公爵夫人 艾琳紧紧地抱着空盒子 紧张地朝宫殿走去 可就在这时候 她停下脚步 张开嘴巴 瞪大眼睛 盯着前面看 这真不可思议 可千真万确 右边不远处 那件漂亮的晚会礼服 正紧紧拥抱了一棵树 是风把它挂在那里了 妈妈 艾琳大喊道 妈妈 我找到它了 尽管风还在乱吹 她还是想办法 把礼服从树上拿下来 放回盒子里 不一会儿 她就站在了宫殿门前 她扣了两下大大的同盟环 门一打开 她就冲了进去 她受到了一群 为她喝彩的仆人们 和一位欣喜若狂的公爵夫人的欢迎 他们都不敢相信 在这样的暴风雪中 她一个人能够越过那座山 他们要求她把整个故事 从头到尾讲给他们听 她讲了 她请求把她送回生病的妈妈身边 但他们说 这是不可能的 山路要到天亮 才能扫除干净 才可以通行 孩子 不要担心 公爵夫人说 你妈妈现在一定在午睡 我们明天第一件事 就是送你回去 爱玲坐在火炉旁 美美的吃着晚餐 她的湿衣服也被炉火烘干 这时候 公爵夫人已经穿上她刚运好的礼服 等着客人们坐雪橇到来 多么了不起的舞会呀 穿着新礼服的公爵夫人 就像夜空一颗明亮的星星 着装平凡的爱玲 同样熠熠生辉 英俊的贵族 把她抱起来跳舞 好让她的脚 不碰到地板 以免她的脚踝疼痛 她的妈妈会非常高兴 听到这一切的 第二天一早 雪早已停了 县折儿太太 每每睡了一夜 醒来感觉好多了 她急忙 在冰冷的炉子里升起了火 接着就去看爱玲 可是爱玲的床是空的 她跑到窗前往外看 大地一片白茫茫 一个人也看不到 只有积雪 从树枝上飘然落下 我的孩子在哪里啊 县折儿太太叫起来 她裹上大衣 准备出门去找爱玲 她把门一打开 迎面是大堆的雪 可是再看过去 她就看见一匹马 拉着雪橇一路跑来 雪橇上 坐在两个仆人中间的 正是爱玲 她睡着了 脸上却还笑咪咪的 你们想听接下来的事情吗 好 雪橇后排坐着一位大胡子医生 公爵夫人还给爱玲妈妈送来了一个白糖僵尸大蛋糕 还有一些橘子 一个菠萝和多种口味的糖果 她还附了一张便条 说她是多么真爱这件礼服 还说爱玲是多么勇敢 充满爱心 这一点 现主儿太太当然知道 她知道的比公爵夫人还清楚 好了 宝贝们 那今天的这本勇敢的爱玲 到此已经全部讲完了 你们还喜欢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吗 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个部分呢 欢迎你们留言让小阿妈妈知道 小阿妈妈觉得呀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爱玲 她那么勇敢 那么诚实 那么坚毅 还有充满爱心 她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学习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就到此结束了 下次再见吧